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在大战略上的失败 他的突然的崛起也被突然的打断 金融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信存者偏差 他意思就是说别人的经验你学来其实未必管用 真正有价值的是别人的教训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高度重视得一支第二帝国的经验教训 是因为我们从全球历史变迁来看 二十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跟今天的中国 在他自身的国际国内政治战略处境中间 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当然也有关键之不同 首先我们说相似之处 简单列一下就可以列出将近十来个相似之处 如果详细列的话可以列出三四十条细节 第一点他们都是后发的工业国 通过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战略机 实现对原有大国的这样一个经济赶超 第二呢 他们对原有的大国 也就是老的那个霸主 长期是保持了盟友关系 并且取得了多场全球性国际性大乱斗的共同胜利 然后呢随着实力的接近关系趋于反目 德国以及他的前身普鲁士 在传统上跟英帝国之间关系非常良好 双方有多代的通婚 然后呢在多场欧洲的混战中间呢 他们都是保持了盟友关系 中国和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中间 结盟是主流 比如说中美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在一个战号中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在一个战号中间 那么在冷战呢 冷战的早期 中美是对手 在朝鲜战场 在越南战场 我们都有血淋淋的交手 但是到了冷战的后期 中美双方其实又成了盟友 另外一点 当年的堆制第二帝国和我们今天的中国 他都是陆海符合型国家 既有陆权又有海权 而且原先都是安于陆权 所以跟老霸主 英帝国美帝国 这两个典型的海洋霸权之间 它构成了互部关系 它的相互竞争的内面相对少一些 所以多次的大乱斗中间 通常是构成了盟友关系 然后关系越来越紧张之后 期间都又想过重门旧梦 比如说1900年前后 英国和德国曾经进行过 长达三年的同盟谈判 希望再次建立同盟 那么同样在2010年前后 遭受了全球将军机 袭击之后的美国 曾经试图跟中国建立一个基督 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特殊关系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两场谈判 都没有获得成功 甚至中国方面基本上就没接这个茬 那么这两个后发的新兴大国 都是先搞了一段外交上的韬光扬晦 然后到了国力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它的经济需要在全球进行扩张之后 那么开始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海军大建设 一代一代越来越先进的军舰 像下脚子一样 持续的进行了军飞的投入 那么第五个相似之处 就是他们都反对老霸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 都强调自身人民 自身国情的独特性 都反对个人主义价值本位 都强调个体要服从整体 都强调爱国主义价值观 那么第六个相似之处 他们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 在国内大建铁路 然后要把自己的铁路 要向海外延伸打通欧亚非三大洲 要实现大陆体系的互联互通 那么第七点 他们都是先模仿发达国家 然后再进行自主创新 然后实现技术的反超 然后都是把这个城市化 工业化和全球化同步进行 第八点 都是面对着外部邻国的仇怨 比如说当年法德关系长期矛盾 法国人隔让了阿尔萨斯洛林之后 一直想要报仇 所以德国一直小心翼翼要处理周边国家关系 那么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的邻国环境 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第九点 工业化之后 都是通过国内的财富再分配来缓冲缓解 因为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阶层分化 以及潜在的政治冲突 第十点 都认为老霸主是全球性帝国 需要处理全球性的挑战 所以都想象对方不会集中所有的力量来对付我 而且都是认为对方会上门来打 而自己所拥有主场优势 所以在这个战略规划的时候 都是把问题想象的相对简单了一些 那么有的朋友就很紧张了 说你这么一说的话 那中国是不是就会注定了要重复 堆制第二帝国的负责呢 那我个人认为 事态还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德国 我们存在若干点关键的不同 首先最大的不同 是这两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间 它的政治制度是不一样的 堆制第二帝国是霍恨周人王朝的 世袭皇权 世袭封建制度 是一种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一个 嫁接之物 而我们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人民共和国 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既有集中有领袖 有统一领导 也有党内民主 有协商民主 有决策机制体制的自我纠错 自我平衡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关键的不同呢 是在于这两个民族的民族个性 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中国人是非常实用主义 唯物主义的 而德意志第二帝国 他们那个时代的德国民族 是严重的浪漫主义 中国人经常流传一种错误的说法 就认为法国人浪漫主义 不是说南华女儿就叫浪漫主义 这两回事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参加在德国汉堡的一次会议 其中有一天的晚上 跟奥地利的前外长 我们俩聊了三个小时 其中一个话题 就讲到德国的内政外交的时候 他感叹 他说德意志民族 它有一种内在的自杀倾向 他说这个东西就源自于这个民族 对浪漫主义的这样一种深度中毒 归根其底 他们爱上了自杀时的那种美 那种悲剧之美 注意 澳地利人本身其实就是德意文化 其实就是大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呢 他的这样一种自行 他的这样一种感叹 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那么第三个关键的不同 就是在双方的规模不同 德国的本土人口规模 跟当年的英国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跟持续扩张的美国人口呢 相比就小了 那么一战二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所在的同盟 跟这个自己的对手 整体的人口规模 国力规模相比呢 是明显偏小 而我们今天呢 中国一家的人口 相当于美欧日之和 更不用说 跟五眼联盟的人口规模相比了 当然真正重要的 除了人口规模之外 那么我们还要看人口的质量 但从长期来看 我们的人口质量不会比他们差 第四个不同 是外交政策的不同 德国崛起之后 他们搞殖民主义 他们搞扩张主义 一味的用墙 我们不搞扩张主义 而是共同开发 我们相信柔弱胜刚强 而不是一味用墙 中国人呢 从长期来看 中国人呢 是愿意吃点短期的亏的 局部的亏的 风物长衣放眼量 我们的气量要大一些 第五点不同 中国并没有搞穷兵多武 1913年前后 德国的军费开支 占到财政开支的20%以上 历史呢 会有相同的韵脚 但是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我们今天 中华民主委大复兴过程中 要想不重蹈 历史上崛起大国的负责 就必须认真地 续续他们的经验教训 但是说到经验教训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那我想共识比较多啊 争议比较少的教训 第一条就是不要过度刺激民族主义 得知第二帝国的民族主义啊 为他们的皇权 为霍混测伦家族的皇权 提供了比较多的合法性 但是呢 这个事儿一旦走向极端 他们演变成了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认为热曼民族 它这个种族上就优于别人 然后呢 要求扩张战争 认为是合理的 一旦民族主义演变成这样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容易失控 执政者的合法性 应该主要依靠 为本国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 和发展空间 通过不断地提升自身的 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来获得合法性 而不能依靠操纵民意 操纵民族情绪 那么第二个教训呢 就是联盟战略的问题 许多大国热衷于结盟 结盟这个事呢 它有好处 因为它可以放大你的对外的威慑力 但是它有缺陷 它的缺陷呢 就相当于企业家呀 这个互相之间替人担保 互相进行联保 替人担保的好处 别人也可以替你担保 但是它有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 一旦你的盟友转入战争 而根据盟约 你就有参加战争的义务 所以呢 这个联盟啊 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第三个教训 就是国际权势转移过程中 这个新兴大国啊 不能信急 要少搞存量博弈 多搞增量博弈 比如说我们想扩大在RMF里边的发言权投票份额 那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怎么办 那我另起炉灶 增量部分 我在做大 做强 而且呢 增量部分呢 我也不搞封闭性 不搞排他性 而是欢迎大家来一起参与 这样的话呢 是缓这缘 相当于用时间换空间 第四个教训 就是在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方面 不能撒胡椒面 不能搞战略分散 不能面面俱到 按照我的理解 如果威廉二世没有海权路权两手抓 两手都不够硬 而是说适当的降低海权的诉求 专攻路权 那么首先他跟英国之间的翻脸会大大的推迟 其次即便翻脸了 即便真的还仍然是他德意志民族 对欧洲其他主要民族这样一个开战的局面 那么他也很有可能能够打成1809年拿破仑战争的局面 也就是说能够把俄罗斯击败 然后取得一个有利于他的这个和平关系 除了俄罗斯之外呢 整个欧洲大陆他都能够拿下 然后与英帝国隔海相望 这就是拿破仑战争1809年的局面 那么这个局面呢 是显然远远好于威廉二世后来的局面 那么今天的中国呢 我们面临更多维的战略竞争 所以我们不能样样均匀的分布 而是要适当的集中 我们要至少确保在一两个维度上拥有绝对优势 因为这个战略竞争 它不像参加高考 高考中间如果你每门课都是全班第二名 那你很可能总分就是全班第一名 但是呢 在这个战略竞争中间 如果你每一个方面都是排名第二 那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 那么第五个教训 就是做战略规划的时候 应该充分的估计困难和不利局面 德国海军办公室的Tierpitz 他在战前做了很长时间的战略规划 德一支第二帝国的海军建设投入 都是按照他的规划来进行的 其实回过头来看 他把战略场景想得太过来关 第一他是假设 德一支海军一旦能够达到英国海军的三分之二的时候 就过了所谓的风险区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人会认为 一旦跟德国海军开战的潜在损失就会太大了 不可接受 所以就会放弃跟德国为敌 这是他的第一个假设 所以就所谓的风险理论 第二个假设 就是认为英国是一个全球型帝国 那么他是即便在开战之后 也不会把所有的力量全部集中到 这个欧洲北部来对付德国海军的 第三 他呢 假设自己总是拥有主场优势 那么实际上 1910年一战开战之后 英国其实并没有因为你德国海军达到了三分之二 我就放弃跟你的开战 也并没有因为担心其他地方的海权而拿一部分来对付 而是集中全球的海军力量来对付德国 而放弃了他在北美在地中海地区的海洋地位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英帝国后来对德国做的是离岸的封锁 而不是禁岸的进攻 就是远远的把你封锁住 而不是主动让你发挥你的主场优势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一战期间 德国的大海军主力 并没有实现跟英国在主场的这样一个大对决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深挖一层 包括提尔批斯 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威廉二世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乐观主义 为什么没有做到料敌重演 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从历史上看 人们非常容易被晚近的历史经验所催眠 1860年代的德意志统一战争 打的是奇迹般的顺利 充分的体现了战略机动战略技巧 所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50年之后 在筹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们脑子里边的参照系是1815年之后的持久和平 以及1860年代的非常顺利的 生命代价损失比较小的这场局部战争 但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其实即将步入的是百年一轮的 这样一种大多杀大的乱世 我们看大约是以百年为周期 大国的权势更替通常伴随着一轮非常惨烈的 这个长达一代人的这样一种大乱动 1618年到1618年是西班牙 哈布斯堡帝国和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法国 黎塞留天主教国家投入到新教阵营 一块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 30年战争杀得血流成河 那么后来到了1789年到1815年 这个是法兰西民族作为主角 法国大革命在叠加历次的反法战争 叠加拿破仑战争 也是杀了20多年 直接死伤的人口是大几百万 那么1815年过得和平之后呢 有将近百年的时间 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发生的战争也都是比较小的 那么一直到1914年到1945年之间 那个3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再叠加了一次共产主义革命 再叠加了大萧条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我看到这个30年 所发生的战争 它死亡人口加增起来 大几千万 人的生命不到百年 只有七八十年 所以等到上一轮 曾经见识过 经历过这种大乱斗 这种惨烈的生命损失的那代人 全部都逝去之后 新一代的人往往对于战争 就会有一种浪漫的想象 所以就会出现一批决策者 都是好战之徒 所以中国古人讲的 好战必亡 旺战必危 沉在诗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